你也有什么名字 你也有什么名字 我觉得还挺 我的名字很正常 非常正常的一个名字 特别是在我们家里 范贤范贱范思哲里面 范若若 很普通 我经常被叫错 就是最常见的是 送帖 这个大家都知道 送帖 很刚的名字 然后其实还有 送软 送轻 送轨 就是那个轨道的轨 真的是真的 就是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理解 但后来慢慢的就 接受他 对对 算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调侃吧 其实我觉得OK的 就是只要你能够 正确的识别我扮演过的角色 然后能记住我的角色名字 我也是就非常欣慰的 2019 粤文原创文学风云盛典 让好戏将至 关于 那么